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阎大论里头更说得好 幸为道远功德母 张扬一切诸善根 儒家讲人无心则不利了 没有办法立足于社会 古今中外的大声大言 都重视 欧阎大使讲的好 求生西方净土 第一个因素就是性恋 有意 真正有幸有愿 没有一个不保存的 平位高下了 那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你的功夫深 你平位高 你功夫前 平位低 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心愿呢 深一心切愿呢 被约的世间法 不再有一丝毫愿望 只有一个愿望 求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这叫切愿 先确实有西方净土 确实有阿弥陀佛 借引社方念佛的众生 信自己有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祝佛如来 大慈大悲 赐给我们尽证法门 满足我们这个希求啊 希望在一生当中 快速地圆满无上无底 我们今天有没有建立信心 对阿弥陀佛相信 对尽宗经论相信 能不能成就呢 未必 为什么 你的心不定 你的心还会被社会 一切人事无影响 你就不能成就啊 这是我们菩提道上 最严重的一个障碍 母障 让你丧失信心 信心丧失了 运力就脆弱了 所以常常改修 其他法门 这叫乱修 杂境 他怎么会成就 我们看看 事出世间 有成就的人 你只要仔细去观察 他为什么能成就 信心 他的信心越坚定 信心越不动摇 越不受外界的影响 这个人陈就越大 这个人陈就越大 信心越行三次量 一切大侠成佛法 都是把信派在地 华言经 大制度论上 都说 信为道言功德 道是修行正果 根源就是信 祝福菩萨 无量 无边的功德 都从信心里面 生出来 所以称之为 功德之木 牧生能生的意思 这个道理 我们要清楚 事实真相 要了解 为什么过去祝福菩萨 修行正果了成就 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 不得力真正的因素 信心没有解释 所以信念行 是静宗修实的 三个基本条件 缺一不可 我们信了之后 要求解 但是解跟行 不能分一点 如果有解无行 你解的程度 不会很深 必须要以行来帮助解 以解来帮助行 借行相应 借于行相辅相成 才能够深入境界 我们要不 我们今天修行 为什么会推转 说实在吧 为什么自己功力 这样的薄弱 为 敌不过诱惑 内敌不过习气烦恼 原因在哪里 你列的那个怨太小了 所以起不了作用 怨太小 怨心不切 那个怨是很会动摇的 日到渐渐 怨就推转了 这怎么行 我们看看 祖师大德 祖佛菩萨那个怨 坚定不易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它有成就 怨呢 它有努力的方向 它有努力的目标 不达到目标 绝不罢休 你要发育 帮助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服务 你要成就你自己的 学问的性能 佛菩萨教给我们 要发大怨心 这个大怨心呢 能超过业力 你像这个华炎金 佛菩萨心愿品里面讲的 你要是真实发这个 世中大怨 这个世大怨王 临终的时候 怨力 导引你 就到西方世界去 把自己 业力的身呢 转变成 业力身 重要啊 我们要会转变的 业力身不自在啊 是 过去今生 所造的业力 被业力牵着走 自己做不了主啊 愿力超过业力 就是成愿再来了 那你就得 佛菩萨神力加持 为什么呢 跟祝福菩萨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自自然然 感得了 不要去求啊 这个法门虽然 说容易 说简单 但是 静愿 一定要去做 前面所讲 自己的力量 是信念 你那套的力量 是决言 我们有 我们有 非常 清净的信心 有强烈的愿望 往生 极乐世界 就是 身心 欠悦 这个信念的力量 一定要 超过 一 那你 就决定 华生 就决定 我 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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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